今天我們知道總監Vicky在這裏 專門安排了一些食物 招呼總監 差點飲一下 轉頭有 現在在喊 Cocktail 對嗎? 雞翼有薯條 適合我口味 不過這場大戰 大家很忠目都會留意 就是歐聯決賽 和馬利物浦在巴黎鐵 這些大戰當然不是我平術 因為你不說 大賽就是Vicky Sir 會是Vicky Sir和紫進和大家 現場平術的那場球 你休息一下 你說了歐協 歐伯 這場球大家都在談 你怎樣看?Vicky 怎樣看? 這場球老實說 有得給提示 這場球老實說 大家的實力都是差不多 是吧? 真的很講過臨場發揮 是吧? 那你說 好像利亞浦這樣 如果你說沒有了法賓奴 影響很大很大 因為他們那個中場沒有其他 可以替補到 是吧? 整體如果你說 說那個平均呢 當然利亞浦 今屆顯示到 就是一隊很有實力的球隊 但是和馬又是 那種打了歐聯 都是很精神的 是吧? 傳統的很有經驗的強大 是吧? 就不需要說 那場球可以控制 是吧? 只不過 你稍微有些犯錯 他就可以把握到 那事實上 真的 不像奧運說 哇 利亞浦會走著 這樣贏 我說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是吧? 那我覺得 真是說那個臨場發揮 你說 臨場發揮 比王馬勝出的 不奇怪 是吧? 他有這樣的實力 但是 真是說那個臨場發揮 我自己都一直在想 這場球 第一個浮出來的畫面 就是我會在家裡看 那等下總監 到時現場人評述 就是他應該有機會吃全餐 看看會不會 就是近期的杯賽 很多時候又和球 加時 十二萬 那樣 利物浦有一件事 是誰人都知道的 其實他對地球上 任何一隊球隊 他一定是攻的 就是一個是主攻的球隊 這個是他們 很佩服他們 高普戴得很好 很有娛樂性 好看兼實用 是 但是另一個方面 安策羅提之 你一定是攻的 攻得來 那王馬在部署方面 可能會更加有個彈性 因為你雲尼素斯 打反擊的那些 也會計數 進攻 如果你問我 我也覺得紅軍是好一點的 但是問題就是 我想摩迪 卓奧斯來到季尾 還可以 這些這麼大賽經驗的球員 會不會起到一個關鍵的作用 所以我自己一直盤算 或者 預測長波的那個戰況 其實都 你問我 我不播 就看看你有什麼 肯定是不播 臨場發揮 是吧 譬如剛才講到幾點 我們就 憑他們今年的表現 去評價 就是他們有什麼優點 有什麼缺點 例如我剛才講的 看法斌奈出不出到 這個是很重要的 第二件事就是 阿歷山達亞奴 大家都知道 他今年打得很好 很好 他進攻非常好 但是防守呢 他一定有少少流動 是吧 今天雲尼素斯 是一個 今屆打得很好的球員 基本上 一個對一個 你很難握到他 是吧 因為他的體能很好 和速度很快 這個就是 和馬的其中一個優點 可以這樣講 另外一個和馬 可以講就是 他有什麼缺點呢 他的防守就是不穩 是 這個就是肯定的 米烈到 其實最後兩個月 真的 我看了他的賽事 是很差很差 但是上一場球 他打得很好 上一場球 最後一場 殺科戰果入場 他打得很好 如果說到陣容 李物浦 我想大家心裡有數 除了法斌奈 不知道行不行之外 其他就是各班 反而就是和馬 後方 泰國是簡單 會是受傷 聽不到 應該 那裡在進攻方面 又少了一個創造的球員 一個holding midfield 但是 你說可以沒有其他 你可以擺左東圈達神 你可以擺居迪斯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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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三個 都不是那兩個 那麼好 一定是弱了 居迪斯忠斯 我想在這場決賽未必先走 就是那個經典 你擺居迪斯忠斯 你擺居迪斯忠斯 你沒有了創造性 所以這一點要留意一下 在前真的 誰能踢得不踢得很重要 但是和馬那邊 有很多位置 我們都心裡有數會是踢的 但是中前場那個位置 華為敵會不會踢 因為那個位置是可以走 應該是華為敵 即華為敵那個中場 中場不是前面那個 中場的意思是可以打右中場 因為你怎樣要留下 諾迪高去一個變化 就是賓斯馬 雲尼素斯 諾迪高 中場就是摩迪卻奧斯 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一走 我和你都相同意見 我猜都是華為敵 後防方面怕不怕? 是怕的 因為 卡華策好一點 來到季尾 好一點 但是你不要忘記 如果要趕一個缺點 就是 是的 雖然他們 在重要的賽事 打得比後防 但是這個在巴拿貝球場打 現在我們在巴黎打一場 所以環境是不同了 那個阿斯莫瑟是不同了 所以 剛才我們說到日浦 有些什麼缺點呢? 黃馬 也有他的缺點 但是說到 兩隊波 這一場決賽一定是好看 利物浦的 那個進攻 娛樂性 那些波很有鬥志 很齊心 很團結 而黃馬的優點就是 他們傳統強隊 那個基本的很強的信念 所以 今屆其實黃馬在歐聯 逆境波能夠逆轉 這個對於他們 我們接下來一場決賽 那個幫助都 但是幾場逆境波都在巴拿貝 沒錯 這個是不同的環境 所以 所以我們不知道 只是估計而已 那 黃馬就踢過三場 決賽在巴黎 就贏過兩場 已經做生課 這些 這個禮拜有很多資料 是的 都算不錯 因為有一場輸了 說的是五幾年 那一場 那就不算了 很多年前 基本上黃馬都不想 歷史提分路踢尾 五幾年 都不想 都不想說那麼多歷史 因為黃馬打完決賽 其實他們 他們全部都是大賽球員 多數都打得好 但是應該都 球迷都會期待這場大戰 我喜歡預計 那個開波的戰況 是不是都應該是 預期當中的禮物浦 比較主動 嘗試壓著半場來踢尾 和黃馬等機會 應該是的 應該都是這樣 應該都是這樣 應該是 因為高普都不會怎麼改變 是 反而安蔡樂提 你對今季有什麼評價 高普一定是好 也都剛剛 在英超拿了很多獎 也都是叫好叫做 其實 當然他的決定 在球隊之中 是令到球隊 是有一個穩定的成績 譬如 去到一點就是 他不信夏薩特勒 他用雲利素斯 其實去年的雲利素斯 我都說過很多次 阿斯丹也有說過 就是他覺得 他未必去到一個 一個一級水平的前鋒 因為他真的不懂得射球 但是今年有很大的進步 是 那這件事就是 安蔡樂提給了機會去 我安蔡樂提教了他 我不知道 那令到他和賓斯馬 今年在黃馬方面 就是 就是 兩個突破點 是吧 加上摩迪卡打得好 是吧 那整體來說 你可以說 他們在重要的 的賽事呢 今年都有很好的成績 加上 西班牙方面 很多球隊都是失準 包括你看到的 瑟維爾 馬特勒體會 巴賽 三隊 就令到黃馬今年一個 聯賽冠軍 可以說是 十幾名歸 最後一個可能是 未知數 要問問你 南美兵 利物浦的路易斯迪亞斯 是不是 我們這樣形容 路易斯迪亞斯 那 首先你猜 我猜是正選的 你猜是否正選 正選這一場 這位南美兵的表現 會不會成為一個 轉捩點 關鍵 有什麼預期對這個球員 應該是 應該是正選 我覺得它的機殼感 是很舊 很拼命 因為利物浦 這幾年都很好成績 但是那幾個 大家都想過 發明爐 麟尼 和沙拉 好像都差不多了 是吧 那麼 迪亞斯一月來到 就給予到這個競爭 因為 早上突然跌了 那麼 黃馬有沒有騎兵 或者放在後備那班 有沒有誰 你預計出來 會可以有些機會 改變戰局 都是沒有的 可能是 都是這班 我覺得都是一兩個 因為 以 就是 夏沙特可能有機會在後備 但是 安卓特信不信你 這麼重要的比賽 換你進來 不知道 是吧 你可以這樣說 如果他們 正在輸球 就是 一兩個 換 諾迪高 不知道 一兩個 但是 不好意思 如果他們正在贏 是換一兩個 但是當他們正在輸球 就好像對曼城那樣 那一班會出來 看看可以做多少 就做多少 但是那一場 就是諾迪高做後備 這一場 就預計可能 諾迪高打正選都未定 不知道了 要看看臨場那個 我想機會不大 諾迪高會是 後備先 我想 安卓特也是先穩陣 你怎麼都要穩陣 要有一兩個 你估計 你輸球進來的時候 都會有些 有些表現才行 那都 都幾詳細 分析兩隊的打法 陣式 大家都不會錯過了 到時欣賞這一場 我想 個個都會看一場 最重要 看那個出場陣容 沒錯 是啊 到時看看Vicky Sir 精彩的評述 是吧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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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空 有空 就這樣 我也有四檻 都可以問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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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空 有空